你好 你好大哥买菜吗 是这样的 我在那边吃饭 看你们很久了 不知道做什么的过来问一下 我们这地里面自己摘的菜 在这里卖菜 卖菜 对 那你们怎么不去那边人多的地方摆摊呢 那边不让摆摊 不让摆啊 对 那你们 我看你们在这里摆了半个多小时了吧 然后也没什么人从这里经过 卖了多少了呀 没卖多少 主要是今天出来的比较晚 我从厂里面下班 再回地里面摆这些菜 然后再走路出来就比较晚了 那你们走路下来要多久 差不多两个小时 这么久啊 还好 你看现在快十点钟了 你们怎么还不收摊回去呢 想着能卖多少算多少嘛 然后正式用钱的时候 挣一点钱来 补贴家用嘛 然后给我女儿买一点生活用品 这样 对 你这个菜品种还挺多的 怎么卖的吗 我们这菜卖的都是两块钱一斤 这么便宜啊 两块钱 还好吧 反正都是自己家种的菜嘛 我看还有鸡蛋是吧 对 那个鸡蛋也是自己家的鸡鸡下的蛋吗 嗯 要不这样吧 你给我包起来吧 好吧 我看你们两个人在这里守着也挺辛苦的 嗯 那大哥你需要哪一个 给你包哪一个 你都给我包起来吗 全部啊 对 你这 全部包包回去的话 你吃不完会败掉的 大哥 没事 我比较喜欢吃素菜 而且农家菜我也经常买 嗯 家里面人比较多嘛 这个不用你担心 好吧 那行吧 那我拿秤给你秤一下 哎 不用不用 啊 呃 不用秤 呃 这样 我身上没多少现金 就两百块钱 你拿着 我也不知道够不够 来吧 不是 大哥 要不了那么多 不是 你拿着 呃 我看你们在这里摆了这么久 也挺辛苦的了 呃 那这样我找你找你年轻 没事 没事 不用 我有年轻 我找你年轻 不用 不用 你直接给我包起来 好吧 我去外面买这种农家菜 也也要那么多 你只是卖的便宜而已 知道吧 其实要值那么多钱的 你给我包起来就行了 好吧 呃 那行吧 小胆 小胆 把他去弄 放下 这位是谁呀 我朋友 哦 你朋友是吧 对 车也比较迟了嘛 怕一个人不安适 就陪着他呗 我就说看你们两个人在这里摆餐 呃 也没什么人 谢谢 挺辛苦的 呃 没事 没事 装好了吗 美女 我把车开过来了 呃 大哥给你装好了 呃 哎你们怎么在吃馒头呢 啊 我就是厂里面嗯下班了之后去摘菜就比较晚了嘛 来不及吃晚饭就带了几个馒头 哎呦我听你们说走走路下来都要那么久 你们吃这个馒头又没什么营养 那怎么行呢 哎没事我们农村人嘛 只要能充饥的随便吃啥都可以 啊 哎你们卖的菜你们可以去呃点点东西吃呀 啊对吧吃点好的再回去啊 啊 是吧 那个 呵呵 那个就是这个卖的这个钱吧 我就想就是啊 补贴一下家用 然后给我女儿多买一点生活用途吧 哦 这样啊 呃 呃 那要不这样吧 你们帮我骑上车 我正好在那边呃 吃饭 然后就跟我一起吃点水茶变饭嘛 好吧 你们就跟我一起吃点水茶变饭 嗯 不用了 对对对 你们吃这些又没什么营养对吧 你看待会天色这么晚了 万一你走到路上 对吧 呃 晕倒了怎么办 你们都是干体力活的 我看你们挺辛苦的 好吧 不好意思的 没事没事 你们赶紧给我呃 提上车嘛 就过来吃饭 一起嘛 多个人都上筷子嘛 好吧 那行吧 好 不好意思啊 美女呃 今天太晚了 然后其他餐馆都关门了 就只有这个夜宵店吗 哦 没有没事 已经很好了 我们平时都很少来吃 啊 你这样吧 那个他那个菜在这个柜子里面放着 你们去随便拿嘛 就是你们喜欢吃什么就拿什么 我也不知道你们喜欢什么菜 好吧 啊 不是大哥 你去拿吧 你拿什么 我们吃什么 你们怎么还不好意思啊 没有了 那行吧 那我就去拿了 我就没样拿一点 不知道你们喜欢吃什么 好吧 那行 那你少来一点 对 少来一点 我们吃不了多少 好没事 来这个菜上了 你们赶快吃啊 不是大哥 你点这么多啊 这 这不算多啊 待会还有菜 还有啊 对啊 你们做体力活得那么辛苦 对吧 而且这也是消炎实际上 你看你们饿了那么久了 不是 不是还有菜 叫师傅 嗯 就是没烤的就别烤了 等下吃不完浪费了 对啊 嗯 我还要吃呢 好吧 你们不要担心这个 知道吧 你们做体力活还 待会儿你们还要走路回去 知道吧 呵 那大哥破费了 没事没事 来来来来 你们拿着吃嘛 来赶快吃 好谢谢 趁热 趁热 来来来 趁热吃 谢谢 大哥你也吃啊 也好好好 吃吧吃 对了美女 我刚才听你说 你朋友陪你出来卖菜的话 是补贴家用嘛 是吧 对啊 那你这个家里面人 怎么没有陪你出来卖菜呢 我弟弟和我弟弟和我养货 他们在工地上面上面上班去了 然后去成都那里去了嘛 然后家里面就我一个人 就你一个人 对啊 那你不是说你是还要给你女儿 就是买东西嘛 那你老公应该陪你出来卖菜呀 我离婚了 离婚了 对啊 不好意思啊 我不知道 没事 过去的时候 我都离婚很久了 因为那个时候不懂事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 跟着我女儿的爸爸的时候 是十几倍的时候 十几岁你就结婚了吗 嗯 对 那个时候我 我跟着我养父养母养大的嘛 然后我养父养母在他们十岁的时候 有了自己的孩子 然后后面我养 养母就就生病了嘛 然后 嗯 在我十七岁都没有的时候 然后就去世了 去世了 然后我养父他们就不希望我远 这样就叫我去相亲 所以说我十七岁就就结婚了嘛 然后半年结婚了之后 然后都没有 然后就怀孕了嘛 我们之间 我们之间我和我女儿的爸爸就没有感情的基础嘛 哦 这样 那那那后来呢 后来我跟着我女儿的爸爸去工地上面上班嘛 然后没有感情的基础就因为就 就他不体验我嘛 然后 嗯 对我也不是很好 就感情不好嘛 慢慢就老吵架 然后后面就 然后就 然后就 回家了 哦 不好意思啊 提起你的伤心事了 是 哎 都过去了嘛 其实 你说这养父 所以我我也是 我养父 养大的 所以我觉得 还是挺好的 养父也挺好的 所以我跟小家 都那么在一块 哦 你们两个其实经历是差不多的是吧 嗯 对 只是他没有就是 没有经历过婚姻嘛 对 他没有经历过婚姻嘛 哦 你不说 呃 不说的话 我还真不知道你 就是 有个孩子 哎 你 哎 别哭了 不好意思 我提起你的伤心事了 哎 没有没有没有 不好意思啊 大哥就 第一次见面就跟你说这么多 哎 没有 呃 那那你看这样嘛 你看这天色这么晚了 你们两个还要走路回去的话 呃 两个女生也不 不安全 呃 我这样 我待会儿就吃完饭 我送你们回去 好吧 不用大哥 今天今天都那么麻烦你的了 真的不用 对 你看你跟我们买了那么多菜 然后还 对 我们最好吃的 对啊 已经很麻烦你了 没事嘛 咱们 瓶水相红对吧 认识也是缘分 知道吧 嗯 嗯 我送送你们吧 好吧 这这么晚了 嗯 那要不就是 嗯 我们把那个打车的费给你吧 打车 对 哎 不用这样 不用这么客气的 真的 我送你们就就行了 好吧 没有大哥 嗯 我们就是过来的时候 也是要坐车嘛 也是 呃 有那个坐车费的嘛 我们 就是 呃 你来送我们回去的话 我们还是把这个 就是坐车费给你们 哎呀 不用这样的 呃 你看 呃 我就是一脚油门的事情 知道吧 不是 今天已经很麻烦你了 真的 那个 你这样我们心里会 跪不去的 现在你看 你有帮我们把菜都买了 还请我们吃宵夜 嗯 挺不好意思的 对啊 那要不这样吧 你们平时坐车 要多少钱吧 要坐车的话 我们坐车 平时坐车的话 然后就是 坐个摩托车了之后 才才去赶得到公交车嘛 大概就是 呃 差不多就是20块钱嘛 20块钱一个人 呃 那这样嘛 你就 呃 给我20块钱嘛 好吧 我就把你们送回去 哦 我们可是两 两个人了 哈哈哈 没事 没事 你 反正你给我20 我把你们送回去 好吧 呃 那行 那 那个 那就对 那就要麻烦你了啊 没事 呃 赶快吃 待会儿拆冷了 好吧 吃冷饭送你回去 谢谢 谢谢 谢谢